把这个成绩用read过来之后把它执行 那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read有没有 你用这个读过来的东西 它会是一个什么 一个字串 那如果你切割过之后的话 它会是一个串列 所以特别说这个东西 它会是一个串列 就是你切割之后 它会是一个串列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scope虽然你读进来里面是数字 但它经过read你会发现 它会是什么 字串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本来放在里面 我们看起来是数字是没错 可是经过读取它用文字模式读取 所以过来的都会是文字来表示 那也就是如果今天我要把什么 把这一串有没有 这三行复制 复制之后我可以把它放到哪里 刚刚输入层七这个地方 那可以把什么东西取代 把这三行 我把它注解掉 因为如果担心说之后会想要参考的话 然后把这个贴到这边来 有没有 刚刚一个一个输入 现在不用 先把它open 读进来 然后把它sprint 丢到scope 所以这个scope 马上就有东西了 有没有 成绩又过来 应该没问题 只是说后面可能有几个地方 减一不用了 因为没有负一 ok 最后的话 total 这个也不用加一 但是呢 这边也不用减一 有没有 所以加一减一都不用 ok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什么地方呢 因为我刚刚讲了 这个scope里面都是什么 都是文字 都是文字 那你文字你用sum 那不是一定是错吗 对不对 所以特别注意哦 除非 所以这种方式你不用sum 除非你要把这个串列里面 全部转成整数 但是问题串列里面 它是很多个 它不是一个 所以你不能说直接怎么样 直接 我干脆在这边加一个rint 转 它 rint 给它转 但特别注意哦 它不支援这种模式 它不支援说 因为你int一次只能转一个 所以呢 你里面很多个 你不能这样子 ok 那怎么办 可能我们就是要利用另外一个方法 刚刚不是还有另外一招 上面不是有个回圈吗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回圈for i in range 或者是你for h也可以哦 把它从0 编号0 到它总长度前一个 做什么呢 把它累加 它累加一个读出来之后 请你在外面包一个什么 rint 再帮我累加起来 并且输出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ok 应该可以懂得罗织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其实它就完全不用输入 直接让我知道里面有九个 总分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所以以后的话呢 这个串列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资料都来自于网络 来自于档案 来自于外部资料库等等的 那读进来之后你要放哪里 对不对 第一个想到就串列 好像没有地方 别的地方好像不太恰当 另外后面还会介绍一个叫ditional 字典 那字典里面的话放两栏 它不是放一栏 所以用起来 反而不好用 反而最常用到的还是串列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边二合一 我刚刚做一把这边改一下 二的话可能就是 这边减一加一拿掉 然后这边的话就不能用上 外面先黄底座 试一下 那今天的话大概就是把那个 串列跟那个档案读取 稍微介绍一下 那下一次上课又是下个礼拜 那我们会再讲一下就是 从外部读取更多档案 也是读取档案 那再来后面还有一题 综合练习题就是 可以大量读取档案 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全省邮局 可能有三十几个档案 如果我要瞬间把它变一个档案 就是档案何必 ok 怎么做 其实这很简单 如果你会读 然后会写 写的话用A模式我刚刚讲 那你就读一个写一个 读一个写 就穿在后面 马上全部回复完成 这个要怎么做 我想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就是 如果我今天除了用Python之外 用Excel VPA 我今天只有讲到 如果有些东西不会写 你用录的 对不对 录下来之后再把它写个回圈 也ok 因为Excel里面也有汇入档案功能 那那个功能 你如果程式不会写 没办法入字 然后外面包个回圈 你就可以做出 你可能想要的那个效果 ok 那后面这个我想 在云端上我都有先放 所以请各位可以先看过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接着再来看有关那个 就是档案的读写 跟试点的形态 那再来就是讲到有关资料库的部分 ok 所以资料库也是非常重要的 资料库没有资料库能干嘛 好像什么都不能 ok 所以最后不会用资料库 真的也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资料库还分成很多种 local端的 还有远端的 伺服器端的 或者是云端的 那你资料应该放哪里比较好 我想后面呢 我们陆续再跟各位做介绍 后面这个部分讲完之后 资料库之后 就是讲一些基本的网路爬虫 ok 然后慢慢的话 再把前面的全部再结合在一起 ok 那有时间我会穿插啦 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类 因为好像在正照考试里面 也没有讲到资料库 第九类就是档案的读写 所以啊 回去的话 有时间可以先看第九类吧 第九类里面有蛮多 那个档案的读写部分 ok 那今天的话 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 好 好